順利嗎 有遇到嗎 有碰到嗎 背著黃色包包 佩戴口罩 手裡還牽著一名小女孩 她就是滯留中國三個月 狐姓釣客的母親 二十二號在國民黨立委 陳玉珍的陪同下 帶著孫女赴泉舟 探視兒子 二十歲的狐姓釣客 今年三月出海釣魚 遇上大霧 迷航在中國泉舟 由於 狐姓釣客為現役軍人身份敏感 為了讓他順利訪臺 家屬在五月幫他申請退伍 但仍遭到中國滯留 至今已經超過三個月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也點出癥結點 中國認為我國對金門 零二一四快艇事件為妥善處理 希望台灣能秉此同理心看待 但陸委會也強調 我方願在責任歸屬釐清前 提前給付中國家屬未問金 請中國勿再阻撓 中國在對台灣的兩手策略顯然的有一些神經失調 如果連這樣的一些不涉及到所謂的國安或者是機民 中國方面都要這樣處理 台灣人民當然不會給你中國任何的希望 人事布局之後有沒有機會讓兩岸政策的這個彈性增加 主力來自於賴清德本人嘛 中國拿金門釣客來施壓快艇事件 弧姓釣客何時能順利返家 仍是未植數 三立新聞 葉劍黃新城 屈老雲 綜合報導 我們在被制裁中途中 我們不會走 後來我們可以走